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之前好幾條影片都有看過 我自己就非常喜歡薩爾達傳說這個遊戲系列 適逢任天堂會為他推出一部新的特別版主機 我就一定不會放過入手的機會 今天這條影片我就想跟大家簡單開箱 剛剛在2023年4月28日任天堂新出的 薩爾達傳說 王國之類特別版 Switch 主機 現在事不宜遲 我們今天的分享 馬上開始 這部薩爾達傳說特別版主機的包裝 我眼中一個字講完 封面這裡 這張圖畫當然就是王國之類的Promotion poster 相信這幾個月大家有出去走開一些遊戲店 他有賣任天堂產品的都有見過這張圖畫 這裡有王國之類的Logo 可以看到下面這個主機 底座 很特別的設計 然後兩隻Joy-Con都是金色然後加了設計 這部當然是OLED版 盒子的左邊 一個墨綠色的底色 很多這些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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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設計 相信在遊戲中 應該有些特別的意思 下面都會列出OLED版 最大的賣點是什麼 大一點的Screen OLED的Display 底座可以插到LAND線 以及主機上面的支架 整部機那麼闊 就不像舊版SWITCH 一條膠那麼浮誇 盒子的右面一樣 密綠色設計 下面這裡有列明花 這個盒子裡面 到底有什麼 主機 Joy-Con 電掣 HDMI 線 等等 盒子的上面 任天堂 logo 下面 注意事項 背面 就很重要 有些圖畫給大家看 到底這部特別版主機 Joy-Con是怎樣 主機有些特別的設計 底座 底座背面等等 現在包裝就看完了 我們可以正式打開它 看看這部特別版主機的真身 打開盒子裡面的第一層 已經看到兩隻Joy-Con 以及一部主機 下面這一層 就會有HDMI 線 火牛 這個是兩條手繩 當然這個就是底座 先拆掉包裝袋 逐件給大家看看 它印上了特別版的細節 OK 盒子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了 不過我相信火牛 HDMI 線 以及這個Grip 大家都不用特別去看 因為已經見過一萬次 將它擺開 直接看我們今天主角 就是特別版的主機 由Joy-Con 開始 兩隻Joy-Con 主式是金色的 左邊這一隻有綠色的 highlight 有看過一些Trailer 如此類的都了解到 這一種這樣的線條 在這次的遊戲都出現很多次 圓形圓形圓形的一樣 右手邊的Joy-Con 白色 兩隻的底部都有Hiru的 logo Joy-Con 背面 白色 亦都有兩個這樣的 icon 我相信應該是這隻遊戲裡面 連結一些新的能力 暫時都未知道 手繩 這個Parsel 完全白色 然後帶子本身 金色或咖啡色 這個跟之前開箱的 禦天之劍的特別版 有少許不同 特別版 手掣 左右這個Pars 有一樣色 但是禦天之劍的兩隻 左右掣的同一個Pars 有少許不同顏色 不知道大家會否看得到 左右是有少許不同的 看一部主機 在正面 沒有什麼特別 但在背面 就有一些印上去 都是圓圓圓圓的細節 還要是凹凸印刷 所以質感非常之好 因為這部是OLED版 所以它的左座 就是整部機那麼闊 最後 看看這個白色 做底色的底座 上面印了很多金色的 Highlight 當然有Tri-Force 有Hiru的 Logo 右面一樣 有很多這些圓圓圓圓 可能真的在遊戲中 非常之重要的功能 左面就是這一種 跟左面Joy-Con一樣的線條 所以蠻特別 它的左右 兩面的線條 配上Joy-Con兩隻 所以非常之 漂亮 很有心思 在背面當然也會有少許金色的 Highlight 頂部當然有Switch的 Logo 很簡單 就開箱了這部特別版的Switch主機 現在轉回鏡頭 再和大家慢慢聊兩句 簡單地開箱了這部薩爾達傳說王國之內的特別版Switch 我相信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是這個遊戲系列的Fans的話 他一說會出這一部特別版主機 你都打算會買的 因為Detail 真是非常之英俊 更何況 這部機居然沒有出現炒價 這部特別版和其他特別版推出的時候 一樣 都是2300-2400港幣這些價錢 所以都是那句 你是Fans的話 你買了的 其實還有大概兩個星期左右 即是5月12日 《王國之類》這遊戲就正式推出了 我自己都非常之期待 但是 其實第一代的《荒野知識》 我都未爆機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對於這些開放世界的遊戲 實在是玩得太差了 我很多時候都不知道自己在遊戲中做什麼 看看剩下這兩個星期 有沒有機會追回進度 另外對於《王國之類》 我都做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我沒有訂到一隻特別版 到真的推出的時候 不知道還買不買到 買到 怕影片和大家一起開箱 買不到 我相信普通版我也一樣玩得那麼開心 到時才算 說到這裡 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給個讚 分享給朋友觀看 大家是不是都是薩爾達傳說的粉絲呢 是的話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這個系列入面你最喜歡哪一隻遊戲 最重要當然是訂閱我 訂閱之後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我一有新片出 你馬上收到通知 今天的影片講到這麼多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